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举出李俊章 他长期担任受委托执行六清的研究计划 研究经费可能已经高达好几千万元 那不只是执行这个计划 他将六清所产生的这些污染物质 在他的报告里面没有完整的列进来 简单的说就是低估了六清的自癌风险 所以李俊章更不适任担任许臭国小这个尿液检测 再确认的计划组织 我也是会请清大这边去做这个相关的尿液的体验 主要是因为当地的下面希望说我们可以去当地做这样的一个检测 而且这样的检测其实并不是一个研究 这样的检测是因为当地的老师跟学生 他们关心他们的一个健康状况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邀请一个他们可以信任的团体 来帮他们做那一个检测 那他们信任的团体就是成功大学 人体试验是要经过人体试验委员会的审核 我们请这个政府三位说明到底今天许多国小李俊章执行的计划 有没有经过人体试验委员会 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结果呢也不会受到信任 请问一下这个报告的结果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 那这些孩子就是放心的回学校去实施 其实这个我们都不太想要认识的检测 对嘛 已经是阴模阴队了 你们还在下转从国际地上会一直赶快做嘛 我们在党啊 我们在党20年啊 我们在党不能党 你们当初知道吗 知道的就是说这个是李俊逸教授 是接六七案子的教授吗 国际救援跟博士都这么厉害 那他有 你们当初有要求李俊逸迹吗 因为我看到今天的在地团体他们所担心的就是说 他会不会是T6000来护航的 所以你的这个所有的检验抽样的这个报告 会不会不够公正 采样不够公正 后来做出来的结果他们也会有很大的指引 因为这个采样的团队让他们觉得怀疑 对 万一送长征我们就死了 真的 好 我先跟他再报道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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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让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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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讲 我们上一个村死亡的人士是台湾平均死了1.6倍 可这三年当中死亡的人 有75%是死亡的癌症 这个数据我也曾经在观评会议当中提出 但是台塑他告诉我说 卫福部的资料不是这样的 台湾的癌症死亡人数 他跟台湾的平均数是不相上价的 他们只差1%或2% 我也非常纳闷 我也很相信卫福部的这份资料 所以我就再去追查 追查的原因 我发觉我们台西湾的死亡原因 有将近40%是死因不明的 为什么 因为在卫福部的统计资料里面 我们有接近40%的死亡原因是心肺衰竭 器官衰竭 夫妻衰竭 甚至还有二体质这样的零食 所以无从判断 他到底是不是癌症死亡的 今天卫福部的长官 你也到了 我再一次的跟你 呼应你们去追查 把这样的事实 把他去追查 公布出来 那这个情形呢 我在三年前呢 在六七 环保署的六七的 这个健康风险的审查会议 就有提出来 就有提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荧幕上面 氯氏氯氏化碳 三氯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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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报告里面 都可以看到 在李俊章的这个 计划里面呢 是有撤出 有撤出这些致癌物 但是 在李俊章的 这个 研究报告里面 没有把这些致癌物算进来 算到致癌风险里面 那我在103年 会议里面呢 就有提出来 环保署的会议 当场主席 他 叫李俊章回应 李俊章没有回应 所以这个争议呢 没有厘清 那当天的会议主席说 还要再开会 但是到现在 环保署都还没有再举办 这个 基本正义离青的这个 审查